我們來看看做一樓囉 那一樓的部分呢,要怎麼做 我現在呢,這個是像這樣 所以我把樓房就蓋在右手邊 你可以這樣子,因為我現在呢 這邊是不是不太有空間的 你可以把它縮小一點 還記得Ctrl加滾輪嗎 Ctrl加滾輪縮小 這樣有沒有比較大空間 那我們呢,使用3D 它另外一個特點就要出來了 你看這邊 你可以做牆壁 你可以從地板做 也可以從這個牆底做 那我先讓大家看一段影片好了 在這裡 我們在這個地方 Sweet Home 3D教材 這裡 這裡有一個官方的流程 有沒有 我們先看一下,點進去 點進去 因為你現在已經有開始用了 你來看這段影片 會有一點點感覺 等一下我們把這個講完 你會更有感覺 打類一下 這個是它平常做的方式 那它總共呢,會有3個步驟來做 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你可以畫平面圖 不管你是在紙張上畫完 或者是別的軟體做完 它可以像我們剛剛這個地方 用怎麼樣 就是畫背景圖的方式 用背景圖的方式 你把你的設定圖當作背景 它就進來直接指定 那你到時候進來之後 我就直接在上面直接跟著這樣畫就好 用鳥的 這樣了解齁,這是第一個步驟 好,那第二個步驟呢 當你有了這些東西 有沒有,牆壁先出來 一般其實我們會先畫牆壁 牆壁好的 有沒有,牆壁的後果 然後呢,把門跟窗放進來 再來就是什麼,地板 你有沒有發現,點兩下就解決了 地板 有的牆壁有的地板 開始就會做一些裝飾喔 包括你的材質文理,對不對 擺家具 好,還有呢 擺完家具 待會還要設一下 自訂顏色 接著你可以擺不同的方位 因為你要建立照片的 我們看有沒有建立照片 所以牽全角度 再來 製造方向 準備輸出 有沒有,這是照片 再來變動畫 有沒有,變動畫 變影片 好,所以它還可以變成網頁 有沒有,這樣就很豐富了 所以它的流程大概像這樣 所以其實平常我們在做 老實講 比較常開始的是從牆壁開始 牆壁開始 那我們剛剛是從地板開始嘛 其實也沒有關係 那現在呢,我們就試看看喔 從牆壁開始 你看,我從牆壁 好,點到它 那你說這兩個 牆壁跟地板 主要差別在哪裡 因為地板沒有辦法做無線的 但是牆壁可以 來,我們試看看 我從這邊 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這沒有問題 這個是標準的做法 好,到這裡 到這邊 好,再拉過來囉 再拉過來,多多兩下囉 好,多多,好,結束了 那如果說你要 等一下我再做那個 弧線的喔 給各位看 我現在呢,稍微放大一點 滾輪往前 滾輪,滾輪往前 滾輪,滾輪,滾輪往前 好,那我要產生地板 怎麼產生 你需不需要再用地板的牆 這個工具 在裡面再畫 不免 你在裡面點兩下就好了 多多 有沒有產生的 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喔 怎麼叫反其道而行 來,我先把地板 先畫好 我在外面 現在是不是有地板 我建立牆壁這邊 你不用那麼辛苦 就這樣 微 咚咚兩下 咚咚,有沒有 就建好了 所以你知道 我剛剛為什麼要跟你們講 這裡很重要 人家的小技巧都在這裡 好嗎 哈哈 可是你們大部分都不想看 所以 它其實只要你有一個 牆壁 封閉的內容 你只要點兩下 它就自動把你建立地板 那一樣的 你今天 有一個地板 你只要點兩下 它就會沿著旁邊 幫你把牆壁建 你事實上是不需要 那麼辛苦這樣去畫 好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 那這個有了之後 我們稍微看一下 剛剛提到 因為我們的地板 只能多邊形嘛 可是牆壁不一樣 你看喔 如果我今天 我這個牆 我們右上角這裡 這個牆 地板我先拿掉 這個牆 我想要有點凸凸的 就是有點弧度的 怎麼辦 你看 我們在這裡 你點到這個牆壁之後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個中間這個 路線 這樣有變弧形嗎 也可以凹進來 有沒有 你也可以凹進來 也可以凸出去 所以這個就看你了 你可以像這樣 這是6.0之後 新增的功能 你可以直接調 當然你要比較精準的 請你點兩下 咚咚 因為我們牆壁 除了剛剛 會設定的高度以外 有沒有看到 有個叫虎角 就是這個地方 以前是要進來這邊 才能夠設定 現在6.0是直接用拉的 就好 直接用拉的就可以 所以如果你的角度 你確定 我要85度 對不對 因為這樣才可以喝咖啡 這樣他就確定這個是85度的 OK 因為你用拉的不準 拉的只是看一下而已 所以現在這個 我就一樣在裡面 要產生地板 我就在裡面 咚咚 有沒有自動幫我們產生了 因為你用地板多邊形 點點點很抱歉很難點 你看我把牆壁拆掉給你看 我把這個牆拆掉 拆掉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很多點 所以你要自己人工點 你用這樣很難做 我們就是利用牆壁先建好之後再來 這樣OK嗎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把你們家的範圍先把它建立出來 看你是要先做地板還是要先做牆壁都可以 那另外一個 如果你先做地板 你的牆壁就在上面多多兩下 就自動產生 這樣還OK嗎 好 所以你可以先稍微試看看 那 待會呢 我們再把門跟窗加進來 我這邊先跟老師分享一下 如果你的牆壁 是真的沒有封閉的 你看我這樣子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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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這邊先跟老師分享一下 這邊我就先停好了 點一下 我在這裡 兜兜 我這樣是很明顯的過動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子的情形 在裡面 你點再多下 沒有人要理你啦 有沒有 所以沒有用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它有一個工具 除了說你可以用人工的 你用人工的自己拉過去以外 其實呢 它有一個工具 你可以這樣子把這兩個牆壁框起來 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牆接合 就這樣 所以你把它按下去 它就知道兩個要合在一起 我剛剛那時候是比較誇張喔 但是常常 就是會有人的牆壁是會怎麼樣 是會有破一個洞的 什麼叫破一個洞呢 在這邊 你看我把這個 我現在還原一下 很多人在做的時候會像這樣子 它雖然有靠近 但是 阿捏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破一個洞 這樣也不行喔 甚至有的它只接到一點點 接到一點點 這樣看起來好像 有沒有 我這樣子 這個時候你再點看看 這樣就有 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呢 有時候就是 只差一點點的 也不行 你只差一點點的 這樣也不會 那你就可以用剛剛那個工具 不過那個工具要注意一下 只能一次兩個牆壁 你想說 阿全部都不行 有沒有 它就說你這樣要 基本功夫要加強 按右鍵沒有那個選單 按了 欸這個還有 但是如果你 就是 比較多格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接不起來的 好 接不起來 這樣老師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好 所以那個牆接合的部分阿 您可以 參考一下 可以這樣直接來做 好 那 另外阿 其實我們 通常這樣做的時候 裡面是會有隔間 對不對 你可以把那個隔間也先畫一畫 好 你看我就拿牆壁出來 欸比如說我前面是客廳 好 那這裡就隔開 對不對 隔開 那可能裡面就是 一般大部分一樓可能是廚房 或是你還有一個那個衛浴 好 衛浴的部分 那 假設我這邊隔開好了 好 等到這邊 然後這裡再隔開 隔開 我都先把它隔開 那這個牆是不是很高 是不是250公分 那如果呢 你覺得你們家的這個牆壁 比如說到廚房的 你需要能夠看過去 你可以把這個牆是不是變矮 點兩下就可以設定高度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在這裡 在這邊 因為這一邊是不是 假設我右下角這裡 我是要做那個衛浴的 衛浴的 我的牆 設的磁磚啊 或貼的那個材質 是不是應該跟廚房跟客廳是不一樣 如果你沒有把它分開 你看像我現在這樣子 是不是同一道牆 同一道牆 我們會跟我們剛剛做的這個 這個一樣 我一設了之後 有沒有整面牆都是同一個材質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設不同材質 我可以把這個牆切開喔 按右鍵 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分割牆底 這樣可以把一面牆變成兩面牆 它會從中間分開 有沒有發現這樣變兩面牆 你這個點你就移動一下 因為我現在不是正中間嘛 所以這樣拉過來 有沒有這裡面牆 這裡面牆 這樣了解那個意思喔 你可以做按右鍵分割牆底 它預設就會在正中間 幫你把這個牆壁切開來 切開開來 那這樣子呢 我來做調整就比較簡單喔 多多兩下 我可以來這邊設定 我這是廚房的 所以我高度不用那麼高 大概一百二十公分就好了 有沒有馬上就降下來了 對不對 你面前要撞步勒 隨便你啊 再開個門 是不是進去啦 還是你要走八台字啦 都可以齁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再把這個門跟窗交進來 門跟窗也是適用戰衣的一個很大優點 因為平常 我們一般建築 你要做門跟窗 一定要撞 先撞堂那邊的 你的位置對不對 不好意思 隨便用戰衣沒有 你找到 我們先找這邊 模型的類別 有沒有一個特別是門跟窗的 在這邊喔 你把它按下去 你找看看你們家大門 你想用哪一種 好 比如說我想要用這種的 有沒有 雙開玻璃門 你就按著它 丟丟丟丟丟過來 放開 這棵樹 不好意思喔 我移動一下 來 請看 我們現在模型在這裡 各位看到這樣的模型 代表什麼事情 門是往外還是往內開 往外開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自動打動 如果你覺得那個不OK 你就把門往這邊拉動一下 有沒有門就過來 動有沒有就自動打了 所以用這個軟體那個 水泥師傅會去世有沒有 你黏米說要放這裡 黏米說要把我放這裡 你是要怎樣 對吧 第二個你可以往外開 請問可不可以往內開 你就把這個模型按著 往牆壁裡面靠 有沒有往內開 這樣了解了 因為這個圖真的就是室內設計用到的 什麼 就是你往內開或往外開 就拖映一下就好 這樣很簡單 完全不用考慮 你要怎麼挖洞 它會把你挖好 那這個呢 跟我們這裡 門窗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個落地窗我把它拉出來 好 放過來 有沒有看到了 一樣 它會怎麼樣自動打動 而且六點 你來增加一個功能 有些新的模型 你看我們點兩下 多多 有沒有發現 我有一個叫修改開口 就是在那個模型上面點兩下 修改開口 不然你打一樣打開 這樣比較通風嗎 這樣比較通風嗎 這樣有沒有打開 這樣比較通風一點 可是不是每個模型都有 新的才有 那到底哪些模型有 來請看我們的這個網站吧 新功能介紹 來 我有針對 5.6跟6.0增加的功能 稍微介紹一下 好 我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 增加開口的功能 6.0增加的 我這邊 有沒有 桌子也可以打開 書桌也可以打開 像這樣子 那我為了怕大家不知道有哪些 所以我有列出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找 對不對 但是我發現這樣還是大家不容易找 所以我連模型都幫你找好 呵呵呵 這樣你應該知道哪些可以用的吧 所以你可以找看看 那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叫做模特 我們剛剛那叫修改開口對不對 模特在雜像這個裡面 這個應該大家有看過嗎 有沒有 外面有賣場嗎在賣啊 這個啊 來我找一下給你 模特模特你找 雜像裡面 或者用關鍵字也可以 模特 有 找到他的 就是這個 我把它拉出來 我先放前面好了 你看 我把它變大隻一點 好 這樣比較大隻 點兩下他就不叫修改開口 他叫修改什麼 他的姿勢喔 欸這個 跟我們一般標準的3D軟體 很有的拼喔 按下去 按下去 啊不然你怕手 用 好嗎 這樣他跳舞 好 腳踏起來 放下去 奔跑 好了 你還可以這樣看喔 對不對3D的嘛 有沒有馬上就變了 所以老師要做一些動作指標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用 好嗎 這也算很特殊 這是6.0增加的一個 所以就是你的門窗還有某些家具 只要他有看到叫做修改開口 像這個就沒有 這個就有 有沒有發現 有這個的 你就不要客氣 你可以點力去自己拿看看 看看是哪一個可以開 像他有鋼琴啦 有微波爐啦 有筆記型電腦啦 那些都有 這個就是新模型的部分 有這個功能